工作人員坐在出入口 警聽每個人 要乖乖戴好口罩噴酒精 扫完石連製 蓋個章才能入場 有些貪收也會自己好好把關 要親一下看看 好吃他還要買 現在是不可以了 疫情嚴重了這樣不算 像我的客人老顧客 他們就說我不願意 還要來簽名 還要買東西很麻煩 他不願意出來 實在不想重演 金出市場還要看 身份證分流的狀況 隨著疫情升溫 防疫措施更嚴謹 不過才剛開始沒多久 婆婆媽媽照樣擠在攤位前 社交距離都沒注意了 現在不管是打籃球 還是做各種運動 通通都要戴上口罩 高雄市和中央統一規範 防疫措施更加嚴格 打球打到換水狂飆 口罩還是戴經濟 工作人員不定時 在場邊高舉牌子 要是沒戴好 就罰三千起跳 指揮中心宣布 從九號開始 戴口罩規定加嚴 原本十一月 開放運動唱歌拍照能脫口罩 如今都要帶回來 賣場市場也加強人流管制 室內人與人之間保持1.5公尺距離 試吃也統統取消 另外在北北基陶也因疫情從九號開始醫院禁止探病 不管有沒有接種疫苗住院和陪病者都要公費篩解 桃園的醫院單位更嚴 沒有打疫苗的醫護人員每週都要篩檢 有公費買單 全力防堵疫情侵入 TVBS新聞愛嬢型宋家鑽SNG小組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